我告诉你啊 做红烧肉切剂 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炖 今天教你们一招 做出来的红烧肉不但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 方法还特别的简单 首先五花肉一定要用淡盐水浸泡10分钟 这样泡过盐水的五花肉 不但能够泡出里面的杂质 还能让它变得更软 口感更好 每天都在用心地教做菜 能给我一颗小红心鼓励一下吗 非常感谢 锅部放油 直接下五花肉慢慢地煸炒 把里面多余的牛油炒出来 这才是吃起来肥而不腻的关键 多余的油可以用来炒个青菜 接着放入葱姜 一个八角 两个干辣椒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一包红烧料 它既能上色又能调味 其他的油盐酱醋 什么都不需要放了 炒出姜料的香味后 加一瓶82年的啤酒 去腥增香 再加适量的开水没过肉 有条件的加几个鸡蛋 扣盖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红烧肉要想好吃 一定要炖得烂一点 再一个汤汁切记要收得浓一点 接着放点蒜苗 翻炒两下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红烧肉肥而不腻 软烂入味 没牙的老太太都能吃上好几块 最后告诉我 你学会了吗